大家好 节目开始之前插播一条广告 我们在5月19号到5月24号准备组织大家去沈阳锦州 两座东北的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游学 这个东北地区历来是我国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发展的地方 所以跟比如契丹人建立的辽 女真人建立的金 和满洲人建立的青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大家也知道我学历史强项 中国史强项 民族关系 对外关系 军事 政治制度 这些是我的强项 所以我也很喜欢带大家到这些地方去游学 比如沈阳 沈阳故宫 然后弗陵昭陵 太祖太宗的林木 大帅府 东三省总督府 这些东西都是见证了整个清代 乃至民国初年东北地区的发展历史 锦州就更是赫赫有名的古城了 关内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 所以历来王朝在这地方都多有经营 你比如说辽带建筑中国只留下了八座 八大辽构 锦州下边的一县奉国寺 灰魔旁大 看了之后能惊掉下巴 还有好几座石窟周围 北镇一屋履山 那是五月五镇当中唯一在东北的镇山 底边的北镇庙至少也是明代以前的建筑 非常值得一看 还有这个东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 瑞英寺 总之这趟行程期待满满 特别希望您能参加 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呢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谢谢大家 好 那咱们就言归正传 最近有个事儿 大家都应该听说了 啃大瓜的事儿 有一大乒乓球的 据说还国家队的 赌博欠钱 这个人我好像还见过 因为我这个10年的时候 给国家乒乓球队 男队 女队都培训过 男队当时是在厦门集训 女队是在南通集训 我都去给他们培训过 所以我可能见过这人 但是我对体育不是特在行 所以可能见过也没什么印象 而且那会儿他也不出名 那会儿出名的都是什么 王浩 马龙 王立琴 这些人出名 网传说这哥们儿 拿自己前女友的艳照抵债 他这前女友也不是一般人 这艳照真值钱 2200万 发起段视频就完了 我天 就算是我吧 看不上这些个200分上大学的 什么演电影的 这些人 但是男的要干这事 说实在的也真太孙子了 不少人就站出来为这个女的说话 说她太恋爱脑了 当初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其实不光是她 历史上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也不少 咱们今儿就聊聊历史上的这些恋爱脑 要说中国古代恋爱脑非常多 最著名的就是卓文君 卓文君咱都知道 大美女 家里有钱 白富美 前来提亲的人 这个都把家的门槛 卓家的门槛都给踩破了 可就这么一个大美女 这个也会恋爱脑 当时有一个大才子叫司马向儒 很不得志 所以跟项令王吉就做了个扣 王吉天天拜访 为这个司马向儒增加声望 后来司马向儒被卓家邀请来吃饭 就谈了一首凤求皇 卓文君早就听说司马向儒天天往耳朵里灌 王吉县令天天说呀 所以就躲在这个屏风后边 一看哇塞帅哥 这个太厉害了 高富帅 高富帅又一听他扶琴 迷住了 恋爱脑一上头 跟着司马向儒私奔了 然后最后俩人当炉卖酒 司马向儒穿个裤袋 跟他卖酒 所以卓文君看 这太不像话了 这才承认了司马向儒 有人说不对呀 这凤求皇典故千古佳话 这话呀 得看你怎么说 你跟家请客 能随随便便 让客人弹琴吗 是吧 而且呢 还弹这么一首目的 很明确的曲子 就跟那个郭德纲老师讲的 那个爽 就跟那个那个感觉似的 是吧 当年你想司马向儒 被邀请去家里做客 本身就有点江泰公调 于愿者上钩的意思 加上县令王吉 这么一番哄抬身架 这事可能就是俩人事先串通好 就奔着勾引着人家闺女去的 后来这个卓文君 不嫌司马向儒贫穷 一直陪着他 等到司马向儒得了事了 做了大官了 反手就要休其那切 要不是卓文君本身有才华 加上司马向儒呢 毕竟不是体育明星 还有点底线 那这个千古佳话 恐怕就要变成渣男坑女的故事 其实啊 在这个恋爱当中啊 不光女人恋爱脑 男的也一样 像当年名墨战乱 山海关总兵吴三棍手握重兵 闯贼李自成有意拉拢 吴三棍呢 打算入关投降了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李自成 他们不是在这个北京 开始搞这个鼻响政府司 在北京就开始 抓着些明朝三官弄钱 把吴三棍他们家给弄了 然后吴三棍带兵都已经 进山海关 准备找李自成投降了 大马流星大马来报 骑兵这个绝业 你们家宅子 让李自成站了 没事我一回去见了这个大顺皇帝 说明真相必然归还 大马再次来报 骑兵这个绝业 你爸爸让这个闯贼抓了 没事 见了皇帝自然归还 然后他 第三批 不好 那这个陈媛媛让闯贼大将刘宗敏霸占了 大丈夫不能保有妻子 有何面目活于天地之间 全军给崇祯皇帝穿白挂像 皇上驾崩这么多天才想起来 穿白挂像 夹拼了 你看 典型恋爱脑 其实吧 这个 这事有点野史成分 反正我是不太相信 贫固演义里说的 但是呢 那一首圆圆曲 是吧 痛哭六军聚稿速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句诗算是成了名了 不光中国呀 有恋爱脑 西方也不少 听过我讲一战的小伙伴 肯定都知道 一战导火线是萨拉罗沃事件 奥兄帝国的皇储 培迪南大公被刺杀 本来培迪南不是皇储 之前的皇储 鲁道夫死了 就是Sisi跟这个 弗兰次皇帝的亲儿子死了 所以他才当上皇储 这个前任皇储 就是一个典型恋爱脑 本来娶了比利时的斯蒂芬妮公主 俩人还算幸福 也有了孩子 时间一长 这个鲁道夫看不上斯蒂芬妮公主了 在外面各种胡搞 你要说欧洲贵族婚内胡搞 常见 没有动真情的 这鲁道夫呢 偏步 对一个叫玛丽维斯拉的 十七岁的女男爵 一见钟情 想方设法要跟斯蒂芬妮公主离婚 咱们以前的节目讲过 欧洲人离婚不容易 得经过教会同意 贵族婚姻牵扯正直 特别是 这个鲁道夫大公 你是皇储 你跟比利时的公主结婚是对的 你要跟一个女男爵结婚 公侯婆子男 这差的多少级别呢 属于贵贱通婚是绝对不行 所以呢 皇室不同意 驳回了鲁道夫的这个离婚请求 鲁道夫也没辙了 恋爱脑一上身 在自己的梅耶林小屋 跟你男爵殉情了 史称这个梅耶林惨 皇储呢 就变成了斐迪南 更没想到呢 这个斐迪南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也是个恋爱脑 他看上了低等贵族的女儿 索菲亚 这个索菲亚他们家呀 是这个伯爵家出身 我道理讲 他也是贵族 问题是伯爵依然配不上这个大公 特别是呢 只有邦军的这个女儿 他才能嫁给大公 你比如说这个巴伐利亚的公主 Sisi就可以嫁给这个 这个弗兰次皇帝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家是邦军家庭 他们家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样的邦军 你这个伯爵 你没给没当过邦军 你不是一个伯国 你就是一个国里边的伯爵 这属于陪臣 陪臣家的女儿 要想嫁给这个 这个王储 这绝对是不可以的 贵贱通婚 所以呢 最后没办法 闹不过这个斐迪南 这个老皇帝 弗兰次一是就同意了 怕他也自杀 我都说这皇储也没了 他弟弟的孩子嘛 这也自杀 可以 但是他不能这个 按照皇储妃的礼仪被对待 比如说他没有大公妃的称号 他没有殿下的头衔 他生的孩子没有继承权 然后在皇家的所有舞会上 他的排名在各国大使夫人之后 所以这个斐迪南就觉得很对不起媳妇 既然维也纳不能给他应有的尊重 咱俩散了热窝 嘚瑟去吧 这一嘚嘚碰碰碰 两口子全挂了 就这么个意思 咱开个玩笑啊 说一战这么大个事 起因居然是因为俩恋爱脑 那这也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而且啊 这个人要是真被你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 不一定非得跟异性 同性之间也有恋爱脑 典型就是李世民的太子李承贤 长孙皇后所生 从小被寄予厚望 您听他的名字 承贤 承继乾坤 李世民所有的儿子里 唯一一个名字是负名 就俩字的承贤 可见李世民对他的期待 只可惜呢 这个李世民太鸡玩了 弄得李承贤心态崩溃 天天在宫里呢 这个听音乐是看歌舞 瞅上了一个叫称心的男演员 俩人就搞上了 李世民听说之后那能忍吗 就把这个称心的抓起来杀了 希望李承贤呢 没能够这个悔改 没成想太子不但不悔改 变本加厉 专门在宫里盖个房子 供着这个称心的画像 封他为官给他立碑 还在皇宫院内院呢 给称心呢 弄了个灵位 早晚三叩首 是晨昏三住香 总而言之破怪的破衰 你越不待见我什么 我越要干什么 所以李世民实在忍不住了 把李承贤呢 给废了 改立李治为皇太子 李治有个媳妇叫武则天 那之后的事就不用我讲了 所以这个恋爱脑啊 可以说算是人之常情 俗话说的好 王八看绿豆 对上眼了 感情一上来 冲动什么的都难免 但是呢 咱得说 有时候确实得忍一下 看清一下呢 对方值不值得这么付出 要不然你就跟那女演员似的 这不雅的视频一流出去 对自己的影响呢 就很不好 这事是小的 今儿咱说的这几个故事 那可不是人命关天 国家兴亡也未可知啊 好了 关于恋爱脑呢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